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东西对今天对未来都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而这段历史很有意思 而且这一段历史原本在中国国内是并没有争议的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提出了很多的争议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争议提出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习近平到访了一次纪念馆 反而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些联想 怎么看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邀请林旭先生给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林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林先生 其实这段历史您最清楚 就是前不久 习近平他专门跑了一趟张业高台 去参观西路军的纪念馆 应该这么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来没去过那地方 党的总书记 对党的总书记 最高领导人从来没去过 从毛泽东到这个到这个华国锋到下面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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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你知道胡锦涛 胡锦涛没有人去过 连毛泽东自己都没去过 没去过 毛泽东没去过甘肃 对 连去都没去过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当然并不是说他不去不重视 一个国家领导人有很多事情 但是这个博物馆 而因为习近平的去 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 其实如果按他的家传来讲 西路军是跟习近平没有约缘的 没有约缘的 对 习近平的父亲是长征到了陕北以后 他才从一个县委书记 地委书记 再开始慢慢开始 陕北红军 陕北红军 对 从陕北红军发迹的 这段历史就是西路军的历史 第一个问题请教你 根据历史史实 在三大红军会师 三六年的十月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中央红军大概两万人 不倒 对 毕竟到了陕北三五年的陕北 扩了一下 把陕北红军算到中央红军里面 差不多将近两万人 二方面军也就是贺龙他们带过来的 也剩下有一万人 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 尽管一路艰难困苦 还剩下三点八万人 将近四万人 其实会师的时候 红军的规模还是可圈可点 而且想想如果说1937年改变 按照现在这八万红军的水平改变的话 这个红军恐怕在山西作战 西安河北作战应该是很有规模的 第一个 为什么已经会师了 还要让四方面军 再次东渡黄河 不是东渡黄河 西渡黄河 对 西渡黄河 为什么渡河 东渡黄河是刘子丹 对 这西渡黄河 为什么要渡黄河 其实还就是说 大家争议在这 有人说 这是张国焘私自的命名 也有人说 这是党中央的一个决策 也有人说 这是当时的徐向前和陈章浩 两个人自作主张 反正说法都有 从目前看 党史资料摊开来看 好像还没有说清这段 为什么 这个话题 要回答你这个话题 前面得有一点铺垫 那是 很多朋友不一定聊在日文里 所以我估计 可能要在20分钟以后 才能开始回答你 为什么 首先我从小是生长在哪里 河西走廊 张燕 明落 从小就知道 西路军在这儿惨败 没错 所以这个大街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 大街上有一个捡破烂的老头 有时候也到我们那个地位大院 去捡破烂 身材魁梧 一看就不是一个农民 后来院里呢 我妈就说 给我们这帮孩子们说 不要欺负老头 经常还有个老头 一点阶级 说他要是当年 西路军不打散 他要放到现在 起码是军长 因为当时据说就是 团级还是营级干部了 他说你爸你这些人都会是跟他没法比 所以我们对老头非常尊重 老头见到我们 也经常是摸摸我们的脑袋 你知道吗 1964年 西路军烈士陵园开张的那天 我在现场 为什么呢 因为在高台开张 我记得我们坐大卡车 作为少先队员 去向这个英烈致敬 我看到了三个人的脑袋 肝脑袋 一个是五军军长董正堂 一个是九军军长孙玉清 还有一个是五军的政治部主任杨克明 三个人的脑袋 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罩着 那么这段故事后来我们还要讲 那就是当时呢 孙玉清被捕死了以后 董正堂死了以后 割头在高台的县城 董正堂和杨克明 悬在县城的城头挂了三天 然后送到南京清赏 解放以后 从南京呢 又把这个头颅呢 又搬回到了高台 然后保存了下来 所以从小呢 我就 那么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西路军这段历史呢 可能会得到一个公正的一个评价 就是更早一点 你说他迟到1964年 才给西路军建纪念馆 说明党内已经形成了对西路军的一个共识了 对 而且文化大革命造反 我们去发扬财的时候 那堆着很多的那个小本 我们看了一下 叫西路军遗留人员证明书 这个是我亲眼所见的 当时不懂是什么东西 后来就 大人看了以后说 这是准备要给 发给那些 西路军遗留在当地 要给他们证明 有了证明以后 国家的复习啊 等等都会落实 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 整整又耽误了十多年 那么我第二次去是什么时候呢 2017年 您这跨度也是有点远了 对 习近平呢 2019年的8月20号 到了高台西路军 这个展览馆和烈士陵园 进行了击败 这个咱们刚才你都说了 对吧 那么在他去两年之前 2017年 我们美中文化协会组织 河西的旅游团 我看过你那个文字表 专程到了高台烈士 把它作为一个必屈之地 率领大家 我们一共将近十个人吧 在那儿 向烈士陵园 进献了花圈 然后我代表全体呢 制了这个 致敬词吧 我们也不能说是道词 对吧 致敬词 我们参观了纪念馆 这样纪念馆里还有很多遗物吗 有不少的遗物施展 但是我对 我们那次去呢 给纪念馆提了两条意见 第一条意见 纪念馆的主管 一部分被别的展览给占用了 给遮拦住了 太不严肃了 我说这个你主管的内容啊 对吧 是绝对不能 任何人不能占的 第二呢 在这个清扫烈士 一个大的一个烈士墓的时候 有很多工作人员坐在坟头上 他们清扫嘛 就坐在那坟头上 我们觉得非常不严肃 这我们给临走的时候提出来 其实这段历史对我来说是伴随着我的成长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张晏上学的时候 南门口就有一个万人坑 所以死了很多魂军 对 高台一战是最后的一战吗 那么这段历史要说 确实得追溯到三个方面军的会师 没错 1936年10月 所以这个一二四方面军 1936年10月在惠宁会师的时候 会师以后 红军的队伍去哪里 对吧 那么当时呢 根据地是在陕北 但是呢 陕北这个地方你知道 比较贫瘠 对 不养人不养兵嘛 对 那怎么办呢 那么甘肃这一块呢 就 这个在惠宁那个地方 毛泽东选的 我都不是说 惠宁这个地方不错呀 三军一会合 天下就安宁了 他要找个好地方 当年我们和四方面军选那个地方就不好嘛 叫个两合口 叫个走两叉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里头简单的给大家讲 就是说一次会合以后呢 四方面军呢 不北上 又跑又 又 又南下了 打到成都去吃大米 八万人结果呢 这一折腾就变成六万了 对吧 后来第二次又 那么在这个北上以后 北上之前呢 这个北上以后呢 就和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以后 又组成这个左 左路军 左路军右路军 对吧 那带着左路军就下去了 就没北上 对 那么左路军里面有朱德 还有刘伯承都在左路 右路军呢 总指挥是徐向前和政委是程长浩 毛泽东中央机关在右路军里头 那么里面有一军团和三军团 这是一方面军的 有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 三十军里头有个著名人物叫李先念 没错 这段历史说的是两河口 这个中央红军和四方美军会师以后的情况 对 那么这个这段历史我们简单说一下 后来发现这个 咱们就不说别了 就说不合吧 对 毛泽东率着右路军里边的一三军团就走了 对吧 还有叶剑英也走了 那么徐向前和陈长浩一看 呦 这走了 那就 徐向前有一句话 红军不打红军 对吧 而且那个时候 这个走还有一个特点 因为当时中央的政策是要到陕甘宁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而且右路军是走过草地的 所以四方面军三过草地 对 所以四方面军就像徐向前说 他三过草地 最后徐向前又又率领五十军和三十军 又回到了四方面军 四军和三十军 四军和三十军又回到了 也可以说就是说历史也是记载 就是帅一三走的时候 四军和三十军是没走 是没有走 这是四方面的一个 因为当时是很有意思 这段历史也算一段公案 但是也是一段 在中国党内还是有点争议的 那就是叶剑英那份电报 对 我休息一下 好 我休息一下